Fender的結他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有美國製的,也有墨西哥製 連副廠Squire我們也有介紹過 還有什麼系列我們是未介紹的呢? 難道是日本廠? 好!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的IG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最重要就是按這個小鐘 有什麼新片我們就可以詳先收看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了 阿豪,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 對呀,這裡有這麼多日本Fender 難道我們要介紹他? 應該是,但為什麼放東西在我們前面? 不如我們撿走他 好,完成了 我是Marvin 今天我們要介紹日本製的Fender 當然要介紹日本製的東西 當然是找一個熟路的人 我今天找了阿豪 Hello,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除了介紹日本的Fender 當然我們要介紹日本的Fender 當中我們還集中說 他們當中的其中某一些型號 是什麼呢? Fender其實近幾年在日本本土 很大力支持他們的樂壇 所以他們跟很多當地的藝人 一齊出了很多不同的Sector Model 大家都知道 其實藝人自己用開的Model 其實都會是一些比較高價 或者是Custom級數的樂器 所以他們Cost Over了這個藝人模特之後 可以用一個更加低的門檻 一個更加優惠的價錢 令到所有年輕的樂手可以接觸到他們的樂器 大家看到了 今天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結他和Bass 現在全部都是屬於一些日本當地的藝人 屬於新的Signature Model 我們新鮮關於是剛剛到的 我們今天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這支 這支和它本磚一樣有型 但是這麼多的按鈕是做什麼的? 不如你介紹一下這個本磚是哪一支呢? 這個就是Miafi的Sector Miafi的Telecaster 因為它用了很多大量的Bass技巧 Snap 去玩它的音樂 所以這個配合它的音樂類型而做開發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麼多的啪啪按鈕 主要是用來控制它前面的Sustainer 這兩顆都是控制這個第一個Pickup? 對,它是Sustainer的開關 還有它這個可以控制它不同程度的Sustainer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支Tedley跟平時我們看到的Tedley 可能有少許分別 特別是這個位置 有一個洞 還有一個插支震臂 插起震臂和平時有什麼不同呢? 大部份的Telecaster 其實都是一個Face Speech的設計 它就安裝了一個Tremel 在這個系統裡面之後 它就可以做了大量 類近Threadlecaster的效果 嗯,即是我們俗稱的一雞 A就有很多味道了 可以這樣說 好,那要介紹日本的樂隊 當然不少了它們 它們是誰呢? 它們就是Luna C 這個就是Luna C其中一位吉他手 有Inno Line的Signature 這個就是一個建基於6.5的開發出來的Jazz Master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Luna 它就用了一個Almium的Pick Eye在上面 整件事是高級很多的 而且它最特別就是安裝了一個Bust Stopper 加上這東西之後 就可以令到它的拉力更加大 彈清聲的時候更加清楚更加清淺 而且它的項其實 它跟正常的Jazz Master有少許分別 因為這個其實是叫Inno Line C 即是說它是配合Inno Line的習慣去開發出來的 你剛介紹了這個超級型男的Miyavi 和電王的Nuna C 接下來這三支是屬於同一隊樂隊 那是甚麼樂隊呢? 就是這個全地球最多人認識的女生樂隊 Skandal 你肯定? 應該是 其實是 全地球最多人認識的日本女生 日本女生 越縮越小 日本女生 Anyway 我們看到三支完全不同款 有一支紅色的Shwet 有一支白色的Tally 還有一支木色的Bass 這三支又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呢? 現在Muffin手上拿著的那支 就是它Skandal的主音Haluna的Feature 它這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用了一對Dimartio的Pick-up 可以看到它的Bridge的位置 它這個就用了一個Mini Humbugger 它在Over-Dryer下Discortion的時候 可以拿到一個更加強烈的聲音 而我手上的這一支就是Talmomi的Skandal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Lactual的Finish 整支Bass都很自然的 而且它這個Pick-up是用了日本人很喜歡的 63年的P-Bass 可以拿到一個很Warm 很肥的Bass 還有我手上這支紅色的Spectro Casser 很有型 它有甚麼特別呢? 這支就是它另一個吉他手Mami的Spectro Casser 大家可以看到它用了七年代的大頭 看上去很有氣勢 而且因為Mami主要是做一些Lick吉他工作 所以它就用了一個Texas的Pick-up 它的Output就比較平衡 很適合用來炸Discortion 做Solo 實聲都比較穩定 而且我覺得很有型 就是紅色的顏色 跟著這個Pearl的Pick-up 再配金色的Hardware 我都知道背上身是超級有型的 還有一件事 各位Scan和粉絲買了這些Spectro Casser Model之後會很開心的 就是 Hardware 是有你的簽名 所以粉絲一定要坐在那裡 沒錯 最後我想跟大家介紹這個 如果讓阿豪自己說的話 他大概可以說兩個月左右 我們現在交給阿豪 這個就是小藝最喜歡的女子樂隊 Santharan的Spectro Casser 大家可以看到 Malvin手上拿著的那支 就是主音Sue的Santharan 它也是建基於一個 很受女生歡迎的型號 K-Custer 它整支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那個由後面 前面 頸部 Headstock 全支都是白色的 超級型 除了白色之外 我看到這個Pick-up 跟平時那些有些不同 它這個用了一個 是近70年代設計的Humbugger 這個其實很適合 我們畫一些 不是太重型的J-Pub J-Rub 這些全部都可以處理到 還有前面的Pick-up 也是用了一個Vintage Style的 Pick-up 變成你用前面Pick-up 或者中間的時候 可以拿一個比較 Sharp 清楚的清聲 還有這個 Sue自己本人強調 這個是很適合 剛剛開始接觸結他的朋友 因為它的頸部也做得很薄 會很容易彈 所以如果你說 喜歡差差音樂 又剛剛開始接觸結他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你的G呢 你的G應該要再多說兩個 這枝是嗎 對 這枝就是Sharp BASS手 I-N-Yan的Secture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麼漂亮 跟它多了一個菌邊 其實它整枝是建基於 Albacan Professional 第一代的藍本來開發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Pick-up 跟平時的J-Rub 都會很不同 它是連接到這個控制的位置 也是一塊的Pick-up 比較特別一點 還有它的Bitch 也是用了跟美國的型號 是一樣的High-Mass Speech 一樣可以增加它的Punch Attack 以及Sustain 我看到今天我們介紹了這麼多枝吉他 我很喜歡它的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它有很多很細緻的位置 都是做得很好 例如你的G-BASS 我很喜歡它的KNOBS 它的KNOBS 真的跟它很不同 這個就會很像 一些比較Vintage的 Trenda M的Volume KNOB 可以用回是同一款的 還有反轉後面 可以看到它是對面的Local 好 而且在後面也有它的簽名 它這個簽名很可愛 是不是好像模仿的一隻動物 不是 是它的名字 Air Zoo 很有趣 然後有公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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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麻煩了Marvin和阿豪為我們介紹了Fender Japan的一些吉他款式 特別是Signature Model 作為一個Fender迷來講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Fender Japan以前真的要去日本旅行的時候才可以買到 比較麻煩一點 現在其實Fender Japan在海外都有賣 而且最特別的地方就是Fender 這些Signature Model 其實剛才聽到是很多特別的產品 有些美國的Fender都未必有這麼特別的規格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留意這個Fender Japan的Signature款 亦都有它們一些行償款 例如Hybrid那些 那些顏色都是特別合成的 Dennis 我想問問你 你提了幾支 你會想買哪一支回家玩的呢 我當然是選擇這支Skandal的紅色吉他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外型夠帥氣 顏色適合我這些喜歡特別的人 我也覺得很帥氣 因為它這個Pearl的Pick Guard配上這個紅色 再配上金色的Hardware 真的很特別 好像之前很少在Fender 除非是Custom 都未見過的 那我跟它一樣 我也會選擇特別的 就是Silent Sirens 那支 這一支 這支 吉他手的這一支 哇 真是超級漂亮 整支都是白色的 連Fingerboard都是白色的 那我覺得真的 拿出去應該很少會跟別人撞 那大家對Fender Japan有興趣的朋友 那記得到我們店舖看 試試 或是在我們E-Shop選購 那在走之前 再提到一次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看到 還有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Follow我們IG 我們一有新片都會放在上面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